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玛丽亚台风即将来袭 北北基陶竹苗宣布 下午4点停班停课 不过又被骂翻了 因为北部部分地区 可以感受到风雨逐渐的变大 那不是说不要放半天吗 结果放更短 只有1到1.5小时 尤其柯P 昨天自行宣布说 今天几点要公布 但其他县市不知道 惹得吉隆市长林又昌不高兴 这台风架要怎么放 考验县市首帐 另外内阁传出异动 内政 法务 财政 以及教育部等部门传出换人 那是不是因应年底 选举功能性的考量 蔡政府施政满意度低迷 能否借由内阁的改组 来增加民众信心呢 特别是现在假新闻充斥 外媒报道中国可能仿效俄罗斯 对美国发动的网络战 那就将年底的选举结果呢 可能导向有利于中国 那像最近水果产销问题就说 民进党不认九二 害惨农民 还有中国要花百亿 来照顾台湾的军公教等等 以及蓝营高层放中 会台措施五六十项了 台湾真能受惠 还是口惠使不至呢 相关问题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在我右手边地位 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王瑞德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文称卫副主委 洪孟凯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好 我们先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时间交往气象主播林家凯 观众朋友 午安 那么今天台湾的天气状况 北台湾早上已经有下了一阵雨了 台风外围的云层 现在影响还不是很明显 虽然移动的速度快 但是台风本身的云层比较扎实 今天下午要注意的是午后的一阵雨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上午 风雨增强的状况就很明显 我们先来看一看的是台风的位置 以及未来移动的状况 台风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 并不算很远 尤其是暴风圈 大概今天傍晚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东半部的陆地 紧接着再往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明天凌晨 也就是今天的半夜 台风中心大概来到了北部海面 这个时候距离台湾最近 风雨来到最强 等到了明天早上八点钟 可以看到台风中心 接近到华南沿海 差不多中午之前 就有机会在华南沿海这附近登陆了 也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们台湾陆地 整个风雨减弱的状况就很明显了 但是马祖没有那么快 千万要特别小心 台风影响的地方 主要还是以北台湾为主 北部东北部这一带风雨都大 最大的阵风 甚至有可能超过14 16级的这种强阵风会出现 另外中部这一带 受到的影响 当然没有北台湾来得大 但是山区的风雨 也是不小的 至于南部还有台东影响是最小的 但是有时候一阵风 一阵雨还是稍微比较大 花东地区也要注意会有 焚风的状况产生 那以这个路径来看 很类似西北台 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担心 因为每一个台风通通都不一样 不需要把之前西北台所带成的 所造成那么大的灾害 套用到这个台风上面 这个台风对台湾比较好的地方 是移动的速度快 那第二个 当它清洗的时候 台湾大部分的地区 并没有来到大潮 大概只有在北部海面 北边有一些部分地区 有来到大潮而已 那潮位越高 当然海水倒灌的情况 就会越严重 但是中潮可能也是要注意 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状况 毕竟它还是一个强烈台风 侵袭到我们台湾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那台风沿在这边还是很清楚 它的云层范围并不是很广 很扎实 所以早上进入到台湾 外围的云系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今天下午主要是午后的雷震雨 晚上开始风雨增强就很明显了 那今天白天的这一段时间 主要的降雨 山区这里面雨势都比较大 这个主要是午后的雷震雨 那另外到了晚上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 整个雨势增加的就相当的明显了 那气象局预估出来 台风侵袭台湾这一段时间 所带来的降雨最多的 还是以这个北部这边为主 基隆 大台北地区 桃园 新竹 苗栗 山区大概300到500毫米 那以台风过去侵袭台湾的状况 一个台风造成300到500毫米 事实上并不算非常的多 但是那这种300到500不到24小时就降下来了 山区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摊方落实的状况 千万也是要注意了 到了中部这一带山区大概是200到400 越往南边走 这个雨量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可以看得到到南部山区 可能也有差不多100到200毫米的降雨 南部有时候一阵风一阵雨 也是会比较大的 那至于在东半部宜兰 山区最多大概150到300 其他地方也大概有100到150 花莲台东影响比较小 但是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焚风的状况产生 那目前这个台风移动的速度快 虽然大风大雨的时间会比较短 而且大部分的地区也没有大潮 但是毕竟一个强烈台风来了 大家千万还是要小心的 现场交换给主播 好 谢谢佳凯详细的说明 台风即将来袭 北部是首当其冲 基隆道伦地区去年淹水 那今年民众就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连线记者叶玉甫最新的报道 市主播 记者目前所在位置 就是在基隆大五轮这一带 我们知道去年因为风灾影响 去年六月多的时候 基隆大五轮这一带 因为吸水暴涨的关系 导致这一带的店家跟民房受损相当严重 除了那边提防店高之外 我们现在看到店家已经在马不停蹄的 在架起他们预先做备好的防水闸门 我们来问一下这边的店家 姐姐不好意思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现在虽然还没有风没有雨 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很积极的在完成这样的工作 对呀 那目前现在这个样子 这完成大概从装 开始装到完成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是一下子的时间不会很久 而这样的状况呢 这一排的民房跟店家其实都是这样状况 我们甚至来看这边的素食店 其实也是在中午的时候 大概就早早的把这个闸门架起来 我们来问一下店家 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几乎代表今天提早就是为提早歇业 对我们今天是会提早休息的 因为风雨还有台风会有安全的顾虑 我们看到好像店里面 店里面那边还准备了另外一侧的闸门的材料 对我们到晚上的时候会整个都把它封起来 因为到晚上的话这边可能淹水的话会 可能会如果雨太大会也蛮高的 我们知道大概今天的晚上 大概是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候呢 这段时间是风灾影响最严重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的民众 虽然哪怕是设施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要严防会有额外超出预期的债损发生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先交换棚内 好 现在预否的报道 那么防台的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 那当然北部地区各县市呢 也公布了台风架怎么放 但是怎么放引发的争议 来看VCR 马利亚台风席台北北基达成共识 宣布周二下午四点停班停课 柯文哲也亲自坐证 在访应变中心 却发现北市给市民的紧急讯息怪怪的 我们五点关水门 它三点开始拖掉 五点要关完 这个以后应该是宣布 开始关水门的时间 不是水门全部关闭的时间 原来四点停班停课 却在三点开始拖掉水门外车辆 车主下班后 车子恐怕被拖走 只是先前说宁愿对不起国家民族 也不放半天假 这回却宣布下午四点后停班停课 只放四分之一天更少 大批不满网友贯报科批脸书 痛骂放假太晚了 下午的一到六点的风力 是为打上班上课标准 那晚上的风势会加强 那我们考虑到这个中间 可能要交通问题 我们上下班的疏散的一些问题 那即使今天高普考的 考试 他也考到三点多 那把整个程序都完成 百分之百只有北韩才有 一变歌功松的 民主国家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所以老实讲 现在这个四点 这也是三个县市 这才牵得到中央 因为考试院还有考试的时间 所以老实讲 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 只是说台湾太民主 不管怎么做 民众都会有意见 只是根据台风停班课标准 得平均风速达七级风 或是瞬间风速达十级风 或雨量有自在可能 但前一天科B 禁制宣布 隔天早上十点 宣布下午停班课时间 就被基隆市长林佑昌质疑 话说得太急 柯P强调绝对依照SOP 不认为自己有抢快 也表示气象预测 捉摸不定 强调下午四点 是各方讨论后的最终决议 却能来引发两极论战 就怕台风架 烧出政治效应 好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决定 今天下午四点是停班停课 那其他县市其实也都跟进 包括北北基 陶珠 苗等 来瑞德哥怎么看 这个被网友说成是 史上最短的台风架 民众是不是麻烦 原因在哪里 柯文哲说 不管他怎么样做呢 那么都有意见 可问题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要选出一个 强而有利的政府 那么能够来 面对困境的时候呢 能够好好的解决 为什么这样讲呢 台风架料笛从宽 因为一个人一个小朋友 都不能因为台风的关系 受到伤害 各位不要小看啊 日本的防灾是我们的十倍啊 我去参访过很多次日本的 这个消防救灾地震海啸等等啊 他们的预防措施啊 我们的十倍这次巴比伦台风 造成关西九州这个地方 一百多人死亡 是 那么就在是我们十倍哦 还会这么大的灾害哦 那么这个台风呢 玛丽亚台风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来势汹汹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很简单 现在很可能在彭嘉宇上下 他的台风眼 在那个地方 一扫过的时候 风台要马上为你关注 这么灌进来嘛 是 马上风跟雨一定很强大 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担心啊 非常担心双北 台北市跟新北市 高山 落石 摊坊 然后土石流 再加上低洼的地方 木炸老泉里 这些包括 这个设施林 设止岛 这些地方 都要赶快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啊 然后今天为什么要放 不是要放假 放假是要为了要防灾减灾 对啊 不是为了放假 让大家回去看电影啊 干什么 是要去避灾啦 然后你之前说 你宁可多不起国家民族 都不能这个放半天假嘛 你去他 依照科文者你看 又失出那种 那种所谓的笑容 那种典型的笑容嘛 他会 狡猾的跟你讲 我没有放半天 我只放一个小时啊 然后紧接 他把其他附近的县市说 北北基共同诚意 那甚至还不够 连中央一起拉进来说 中央考试院在考试啊 今天没有错 今天高普考在考试 三点多 所以你要料敌从宽 你要怎么做 今天 一宣布说 四点我就说完了 为什么呢 你同时上班上课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顾虑到这些学生的家长 暑假到了 放安亲班或是放什么 你要顾虑到这些问题 家长怎么样去接小孩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孩子都大了 不需要人家接送 但现在的现实是在 这个北北基这个地方 有很多家长需要去接小孩 所以呢 你要考虑到的问题是 面向是很广的 不要现在不要推责任 我不客气说啦 柯文哲当市长了以后 第一次让我觉得讶异的是 他刚当市长没多久 遇到一个大台风 然后呢 我突然吓了一大跳 台北市怎么到了下午 到处都还是路数倒的乱七八糟 都没有清 这是一个事实啊 这个事实是因为 我听说那时候是因为主管机关换了 所以呢 就乱了 乱了以后就让这些路数倒的东西 倒的路数几千株 就倒在台北市的街头啊 所以今天包括 你刚刚说你按照SOP是吧 SOP没有跟你讲 北北基你要知会 你要跟人家讨论过了以后 嘴巴不要那么大 当台北市长你一个人宣布说了就算吗 因为知会的新北市长 知会的基隆市长吗 你说他说他没有抢筷是按照SOP SOP是说 我们三个都还没谈好你先宣布 然后现在你八点今天晚上八点宣布 我就不懂 如果这样的话事实上下午五点就可以宣布 你下午在下班的那个四点五点的时候可以下班宣布明天 事实上讲白了啦 中央气象局都告诉你 明天上午已经符合停班停课了嘛 所以呢 你有没有跟人家讨论 你有尊重人吗 你脑子里面有跟你的脑袋里面有 新北市长跟基隆市长的存在吗 所以林佑昌不高兴嘛 意思就是柯P自己决定了对不对 他们没有互相讨论他们就宣布了 这是你的SOP吗 三个县市的SOP不是这样宣布 任何集体宣布 北北基我相信在座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把它画在一起嘛 对 因为来台北市上班的人很多嘛 对啊对啊 所以呢我们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不是对岸中国 命运共同体就是北北基 所以呢 新北市来到台北上班的 基隆来到台北上班很多 所以大家要不要共同上班上去或停止上班上去 才会一起决定嘛 对 那你有按照你的SOP跟人家讨论吗 没有啊 你自己说就说就说啊 你如果是白的管机 你会怎么样 你就哑巴 以前为什么要以台北市为主 是因为 全国的金融跟全国的这些骨会师都在台北 是 结果现在台北最大 台北市 台北市都说了就算了 对 那其他各界市的这个现实上算什么呢 对 所以柯P感觉上要当领头羊是不是 就他决定就决定了 当然啊 那如果说按照SOP 那林又昌觉得 晚上10点才宣布 才是按照SOP啊 那他自己又提前 两个小时 8点 那你知道今天4点这个等下午4点 等一下才要开始这个所谓停止上班上课嘛 对 我刚刚看到一个讯息 你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台铁宣布3点20几分 就停止这个对号以上的列车啊 你知道吗 那其他人要怎么下班 如果万一我要做对号以上的列车 输散又没办法了 我只好去挤电链车 那他之所以今天高普考 因为人数蛮多有几万个人啊 所以他三点他不能三点放 宜蘭三点放就叫他轎了 你知道吗 你又四点放 那么他的理由是说 6点 本来6点比较棒啦 等等啦 放假不是说大家贪那1点钟2点钟 到 风台梯不能买记 有很多人 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是采访记者说我没办法 有一次中台而已 我记得我齐摩都趁那个停 风停下来的时候 半夜过去的时候 新北市板桥 上面的那个塔掉 就是掉东西要盖房子塔掉 整个路来 板桥文化路啊 如果发生这个意外 那要怎么办才好啊 料理从宽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以 市民为第一优先考虑才对啊 的确啊 当然台风会有各种状况啦 说实来 突发状况是很难去预测 所以说 这个料台风要从宽啦 让大家早点 回去做好房台准备 以经文怎么看 这个柯P的这个决定 到底有没有符合SOP 还是说 他大株大仪 他就自己宣布 其他县是没有在管的 我觉得柯P的说法真的是 推卸责任 我们其实在台湾一开始呢 是不是放台风架 是由中央来决定 然后全台统一 但是后来 发现这样不对 因为 各地方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一次他从北部穿过 可能我们台南都好好的 南部地区比较不受影响 才下放说让地方决定 但是让地方决定的用意就是要让你能够 事实际状况 弹性处理 那这个弹性就是你要负起责任 你地方首长 既然权力给你的你就要负起责任嘛 对不对 北北基 因为他 他等于是大台北生活圈 所以呢 应该是三个人一起决定 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决定 难怪你又常不高兴 要是我我也会不高兴啊 因为你没有顾虑到我基隆的状况啊 对不对 我基隆可能 北北基基还有桃园 还蛮多桃园人 桃园现在是 其实是北北基桃也都一个生活圈了啦 所以呢你真的是很不尊重 这是第一啦 第二 你再把责任除了 北北基你推卸责任 然后自己说了说不 明明就是你一个人决定了 你还说是共同决定的 真的是共同决定 你用餐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这是第一个 你自己 我们 真的有一点大猪大矣 我们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决定的 可是你又要拉人家来跟你背书这样子 然后人家当然不高兴 第二呢 我也觉得说 其实也不应该推给中央的考试院 因为考试院的国家考试呢 考试院你自己要有担当 你自己要负责 你自己要处理 那个不是台北市长决定的吧 那不是台北市长决定 那考试院自己决定 本来就是啊 因为那这是全国性的考试啊 所以你 考试院要做 弹性处理 不做弹性处理 你要自己判断自己 跟你台北市长是无关的 是 这个权责要说清楚 那现在考验是不是在明天了 明天到底是要放 一整天还是放半天 这个我就要说了 他刚刚说了 本来就10点做 早上10点做决定 晚上10点做一次决定 弹性处理不是这样 让你地方可以弹性处理 就是你必须要 做好好的判断 你可能10点 不用到10点 你8点就可以 决定或者你觉得再看还有一点奇怪 你想要11点12点决定 只是这样你要自己承担你的政治效果 为什么 因为 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是要准备明天 到底小孩子要不要上班上学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自己承受那个 这就是 之所以要下放给地方决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他说 SOP 你如果需要 只有完全都照SOP 我们也不需要市长决定 我们大家就 那个SOP公布给我们 我们大家都就知道了 不是吗 这不是这样说的 你还是有相当的政治责任 需要去做判断 今天晚上 几点要去做决定 北北击桃 其实应该要共同讨论 孟凯怎么样看的情形 对于县市首长来说 每次要放台风架 真的是一大考验 而且要参考这些气象资料 还有包括民众各行各业的反应 是不是相当困难 当然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更要讲是说 因为这一次的台风跟以往不同 因为他是墙台嘛 玛丽亚他又是从这个西北台 这样的一个路线过来 其实很多的气下选者专家 都已经先预测跟告知 就说 这一次的台风来势汹汹 非同小可情 大家一定要 料敌从宽 一定要谨慎处理 所以说我觉得 柯文哲他今天在做的一件事情 有很大的错误就是 他本来昨天先讲是说 不会放半天假 这个是你自己讲的 那你现在在今天上午 临时又去讲是说 我今天到下午4点结束 来这个提早停班停课 那你这不就是左右矛盾吗 所以种种的情况 其实都是柯文哲你自己一个抢快 造成你自己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错误 我们就看今天的一个报纸的头版头 他怎么写 他就下了一个说 大混乱 我们就请教 大混乱是谁造成的 是谁变成的 是谁影响的 不是台风啊 今天的大混乱就是因为 柯文哲先宣布了 本来说不放半天假 后来又提早讲是说 我们今天上午会来再做讨论 那也难怪乎那个基隆市长林又昌就讲了 怎么不先商量一下 还语待不满 这不是就是因为 你没有把人看在这里 安来 你没有把人家放在心目里面 刚刚我们所有来宾都讲没有错 基隆台北新北桃源 现在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共同的工作圈 这个是事实 很多的台北人也在基隆 也在新北工作 很多的其他县市也在台北工作 所以换句话讲说 你身为一个台北市市长 你身为首都市长 没有错你的 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 但是你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绝对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 这个是我觉得说很重要的一点 那再来 我觉得 过去 我们在放台风价标准 其实是风力跟水力 我们刚刚这个民事新闻 有把它整理出来 但是更重要的 其实也没有错就像刚刚我们的委员讲得很好 他是 授权给地方首长 这边还有做整个通盘考量 因为 有一些状况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市中心相对来讲 可能比较不会受到风力水力的影响 因为有一些 高大的建筑物 但是有些偏远的山区 一样都是在台北市 有些比较低洼地区 一样都是在什么 同一个县市的时候 有些山区 有些海边 那个就是完全不同 所以说 才会让首长授权 有些时候首长是可以宣布说 全市上班上课 但是 部分地区没有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弹性 那我们今天就请教说 柯文哲刚才 画面看到里面 你说SOP 我真的给你请教 你所谓SOP 谁知道 哪一个台北市 我也住在台湾 我也住了 三十几年啊 我怎么不知道有所谓的SOP 还是说你的SOP是放在网络上 还是放在哪里 还是说你存在你柯文哲自己的脑袋里 我觉得说今天你不要说一个事情 你说了决定 然后又把整个搞了混乱之后 你自己再来讲是说我有SOP 是你 没看到我的SOP 如果说你真的说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就有一点点 太过于自大自我中心 而自我感觉良好 当然这个台风架怎么放 各行各业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状况 那除了说 几点几分去放这个台风架 有一些个别行业 其实我们也真的要关心一下 没有怎么看 包括因为今天有一些专柜的工会 出来抗议了嘛 他们没有放过台风架 包括百货公司 店员等等 这些人在下午4点之后 他们是不是继续上班啊 继续上班之后 那回家怎么办 那时候不是正风墙雨大吗 其实我也很困扰这件事 因为等下下节目之后 我要赶快先跑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接小孩 我就要开始考虑说 4点之后 学校如果忽然间紧急 他宣布说小孩子要放学了 我是要先把他接 因为他幼稚圆嘛 他也没放暑假嘛 那你就是要去接他 这变成很多家长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家长 比如说 每天基隆到台北来工作的 大概有9万人 就这样互动工作 双北就80万人 全台湾在台北市 活动的 就450万人 对这个来来往往的人 不得了 这个时候 如果说像刚才 我们SOT里面讲到的 他忽然间环和那里 外围的人停车停车 你三条都要脱掉 你是要叫他提差下班 是要先你开车嘛 这个程序就不对了嘛 台风是一种政治学 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赖清德为什么被叫赖神 是因为他 之前都预测神准 分析说 这不能放 他是因为不放假 谁叫他赖神 因为你看无风无雨 可是 城也台风 拜也台风 海棠台风的时候 他说 台南的客人 市区有些地方 饮水 他全部都没在放假 造成说 自己对他的批评 连 放也是放半天 变成他去那个什么 孔庙那边问一个小女生说 你怎么没回家 因为忽然间放半天 不知道怎么讲 相对的问题 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 放这一个小时 1.5个小时 现在手忙脚乱 是在上班上班住 我开始要烦恼 我等他回家要怎么办 对 如果说就像 跟瑞德哥讲 如果宣布三点多台铁就停死 我往返基隆 我是没有 那那些人怎么办 没有捷运太多 我是要去 跨地楼 这要怎么 所以我有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 当然你不要推给中央 柯文哲他就是太自以为是了 为什么 原本北北基说好 就是每一次的台风都要在前一天 7点开始 到隔天的4点半 因为 前面有很多次的教训说 该放的时候不放的时候 那北北基的生活圈 就变成说 你前一天晚上的7点半 到 凌晨的4点半 北北基来达成一个共识 而且这一次 中央政府也害怕说 很多首长没办法做决定 所以干脆由中央气象局 统一找所有的首长来做直播 做直播什么 气象中心的主任报告他说 你们可以怎么去判断说 你们县市 要不要评估 要不要休假 是 这件事情 我记得台风是一个很张的东西 休假不是去电影院 不是去美丽华 不是去看电影 休假最大原因是 预防性的安全 对啊是要你去避灾的 那如果说你预防性的安全 你放一个4点的 大家手忙脚 那这叫预防性安全吗 是 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一方面 柯文哲是没得到分 尤其他给人家率先宣布 你要吗 你就跟大家讨论好 你不要延到10点之后 你要做决定 忽然间放一个 你真的对不起国家民主 这一点我想要 我想要做一点补充 就是说 我们如果大家都有共识 休假是做预防性的 灾害预防 所以呢 叫你乖乖的 去预防这个宅 不是让你去看电影 逛百货公司 所以逛那个百货公司的 柜台小姐 或者娱乐的那个 就应该放假 老板不能因为说 我来赌一下 也许 也许放这个假 还可以 他可以赚一笔 或者有人放假了以后 冒着风雨也会去逛 这样是不对的 放假就是要大家避灾 不是要让大家去欢乐 所以呢 不应该这个时候 老板还要这些人 有难度 比如说民间企业 电影院你怎么样去强制 他不能够 我们现在连外送 台风天都不能叫外送 对 就是为了他的安全 我们就是要定义好 放台风架是什么意思 所以要有一定的强制性 对相关的这个电影院 或百货公司 真的这些老板要评估一下 自己员工下班的时候 风强雨大 他要如何下班 他的安全是要谁来关注呢 我们持续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来关心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中国正在发动网络新闻战 是否跟外国这个媒体 所报导的要学习俄罗斯的方式 到底能不能奏效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年底台湾的县市长选举 中国是不是要发动新闻 舆论战 那么外国媒体报导 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他们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 他们说台湾年底大选前 中国网络的干预 恐激增 来请教这个瑞德哥怎么看 因为过去 我们说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有俄罗斯影响的这个影子 没有错 那其实呢 在中国的部分 我们说台湾历年选举 以前中国只要一出手 都是造成反效果 那现在的情势 是有改变吗 当然不会改变 不过 因为今年你要知道 中国的态度 照理来讲习近平已经把所有的权柄 急于一身 那么 在软跟硬之间 他应该要以 得到台湾人的民心 为他最大的这个等于说统战嘛 不过显然下面的人不是这样想的 你看已经拔掉台湾四个邦交国了嘛 然后花了几千亿 然后拔掉四个邦交国 然后军机一直绕 辽宁舰一直这样绕 我记得前天 那么当美军的两 两艘神针舰过那个 台湾海峡的时候 中共国裁办竟然要 我们台湾跟他一起去谴责美军 对 错了 你们辽宁号在那边绕绕绕 军机已经飞了 不知道三四十四对不对 你们要 併吞台湾 你都没有想到对台湾民心 的打击有多大 然后反感有多大 美国是要来保护台湾的 你天天来绕都没有关系啊 我不客气说美军 美军的飞机来绕台 美军的军舰来绕都OK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 他这个所谓的假新闻 因为现在呢包括 最主要中共对台除了国台办之外呢 他的统战部包括他的所谓的国安部等等啊 全部都有跟涉台这个事件啊 花了一年至少花了 五六千亿以上的对台所有的 你看有些小小的机构都可以火星燎原 一年一千五百万就给他们啦 对 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弄出什么东西来 你看招待很多的学生去那边开会啦 下令营啦 座谈会 全部 钱的贪败 不用钱的开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知道 他想要去把攻进你的那个里面呢 他的银蛋是赶花的 那么现在在厦门 那么在上海 事实上有专门对台湾 我们都讲叫做内容冗场嘛 可是你要知道这次内容冗场跟 从去年开始 跟往年都不一样 往年 还记得我们这个等于说 齐美的许文荣先生那个声明啊 一看就知道不是许先生他的声明嘛 因为出现了中国用语嘛 许文荣怎么 台湾人哪有可能出过中国用语嘛 我们的习惯用语不会用中国的 那就知道他是当年那个环境 他是被逼的 你知道吗 可问题是你从去年开始的内容冗场可以发现 全部是台湾用语 全部是台湾用语 对台湾很了解 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候给你栽账 这样子而已 可很多人搞不清楚啊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台湾人在里头帮忙 对 事实上 那么我们的情报单位 显示掌握显示啊 他用高薪吸收的一批台湾门 然后专门在厦门跟上海的内容冗场里面呢 专花这种假新闻 那这种假新闻有没有用 告诉各位 以前包括在跟汪精卫 国民党跟汪精卫 对打的过程当中啊 那时候就用假新闻了 真的有用 他们发现有用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这几次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传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都以为是真的 所以呢 政府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已经是国安问题了 这不是笑一笑说 这个笨蛋才会相信 他们透过脸书 透过Nine 透过各式各样 不断的渗透 假新闻传三遍 中生的妈妈都以为 中母都以为 儿子杀了人 所以呢 我们要用国家的力量之外呢 还有包括媒体的力量 包括很多的力量 要马上在第一时间 把这种假新闻 我问各位嘛 那个所谓的珍珠奶茶外带 不可以用吸管 这就是一个假新闻啊 你知道吗 这本来就假新闻 你在第一时间 尤其政府单位呢 跟你有关系的 这个业务的话 第一时间我们都应该要 除了行政院发言人之外 除了总统发言人之外 各部会都应该要有专门的人 全部出来等于说 这是假的 马上要把他给打回去 因为 如此一来不是选举的问题而已 不是年底选举的问题 如此一来整个台湾会 被他们弄的乱七八糟了 所有人 不客气说啦 民国38年的时候 那么国民党会丢掉中国的政权 中国大陆的江山 就是因为都是这些谣言跟 假新闻泛滥的结果 对的确 我们说这谎话讲一百遍就变 真的啦 那许多假新闻其实 似乎是想要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 我们来看 这些 假新闻或是假讯息 可能有哪些 中国所发动的网路新闻站 包括前一阵子我们就说 羡慕这个吴胜妇女啊 高年薪啊 其地吴胜家族黑历史 还有什么中国海军将来台湾海峡 进行实战演习 什么台南凤梨丢弃 电视台都不敢报道 其实各位啊 如果你有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台湾电视不敢报道 那八成都是假的 再来就是 军公教福音 中国打算花百亿 来展现照顾 台湾人的决心 来 以经文怎么看 这一些假讯息 是不是不止影响到 年底的现场选举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 台湾的执政政府 我先就说你一下 如果台湾的电视不敢报道 那个九成九是假新闻 台湾的电视 哪有什么不敢报道 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都会报道 所以那个绝对是假新闻 我觉得是这样 真的刚刚 瑞德国已经说了 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 其实 增生杀人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亲妈妈 在不断的有人来告诉他说 儿子杀人 他都要跑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假新闻 跟这个谣言有多么可怕 但是呢我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就是 我觉得我还比较 我还比较乐观一点点 我就会觉得说 台湾人慢慢也了解了 这个也假的 这个也假的 几乎全部都假的 所以 锻炼台湾人 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 必须要去求证一下 我觉得 这个假不是只有现在假 他甚至假新闻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是假的 洗清了以后 过个三五年 他再来一次 再来了 他再把三年前 五年前 一年前两年前的这些消息 拿来 时空措置 再给你放一次 这个都还 所以让你搞不清楚 混乱了 而且一次又一次 就是 无论是针对国家的政策 还是针对个人 还是针对什么 他通通来这一套 是 这个 这个手法呢 我们大家应该要认清楚 不是只有新闻假的 现在连民调 我都觉得很多是假的 是 很多就是 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策略性的民调 对 所以我 讲好一点点是这样 我认为 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 人要特别小心谨慎 但是也因为我们是 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们这样 锻炼下来 我认为这样的效果 是会递减 那我们怎么看最近的 水果产销的问题 也一直在讲说 什么因为民进党不认92 所以那个 劳民就被害惨等等 这部分你感觉是 有人在操作吗 这当然是有人在操作 这个操作呢 其实 非常的恶意 他除了操作让 这个 农民人民 这个来对 政府不信任以外 他其实为虎座舱 帮这些盘商 打压农产品的价格 这是最可恶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的选区有 葱姜蒜 蒜 竟然在盛产的时候 有一个新闻出来说 政府要进口500万吨的 葱姜蒜 500万吨 然后农民就害怕 其实台湾的葱姜蒜 供给台湾本岛的市场 就不够了 绝对不够 无论产多少都不够 所以 没有那么笨的政府会在 盛产的时候 说要进口 对这矛盾嘛 稍微看 骗子也知道 但是农民 他就不懂 他就会害怕 然后 那些盘商就一天到晚来跟你讲 你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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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结果还好我去办了座塔 他们没有卖的人就没有受骗 可是这样是什么 这样除了他的政治目的以外 他害到农民 所以又这一点我又要告诉大家 中国不可能会真的怎么样照顾他的人民 他只有他的政治目的 政治手段 农民他都可以 最 最 最弱势的农民他都这样子做了 所以水果说水果能够消中国 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政策性的采购 因为说实来 这种风险性很大 从历年我们这样看下来 他说断就断 没错不是只有说断 这个我又很喜欢举一个例子 中国曾经在我们台南大胜大产 柳丁的时候说要买100万吨 100万吨 对你才后来买得起 结果后来怎么样 1万吨 1万吨 然后就没了 就是这样 所以口会使不至 他他只有为了政治 他放出这种消息 然后做新闻 然后拉台统战 其实他能够做多少 你要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这个部分 师傅也是这样 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国民党方面都是说 要进口中国 这个水果 这个所谓的产量过剩的问题 就能解决 真的是这样吗 来孟凯这个部分我们会觉得 是不是有人在操作 其中呢 其实我说实在话 我们先看今天我们focus在我们的讨论啦 这说是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这个可能中国要学俄罗斯操纵美国的这个大选 可是我们就讲说这其实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说上个礼拜有民进党的官方网站他被骇客入侵 第二个层面是所谓的这个假新闻在带风向 我先说如果我们台湾这个民主法治国家我们都那么健全而且媒体那么开放那么自由 我们的中央部会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还会被假新闻牵着鼻子走的话 那 抱歉 这些官员要先拿出来打屁股 因为美国也受影响 但是因为你现在的状况是 我们今年年底选战 第一是县市长选 他也不是中央大选吗 那第二是说过去我们谈很多 你认为是说假新闻 操纵这个语情压力 可是 很多 更多的时候是看到这些官员自己去放话 自己去点火 自己说不清楚吗 吸管的事件 不是也是那个什么环保署的一个官员出来讲是说要先禁用公美情臭媒体一报再报三报 到最后 蔡英文 主席在民进党的中常会说受不了 问说到底还有什么没报 所以某种程度上连蔡英文总统 他自己都知道 其实 外面有没有什么势力我们不知道 因为现在网络是开放的 没有错 可是呢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中央部会政府官员 有没有办法说清楚讲明白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相对来说 我们一定要强烈要求 那另外我们讲是说今年年底是县市长选举 咱们说实在 县市长选举还不是大选 县市长选举比较在乎是说 这一个 父母官到底施政做得好不好 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说真的100个风向可能也带不起来 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 或是中央执政有包袱的话 说真的 可能马上有人有意要三封点 但是我们更要讲的是说 其实过去这两年中央部会做得真的不好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整理 中央部会 过去两年或者是说 选前选后 法夹湾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些就已经很够讲了 所以换句话讲说 我不认为说有所谓假新闻 但是中央部会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 而另外说 骇客事件的话呢 我也要提醒 中央政府的主管各部门 包括金管会 健保局 人事总处 等等的 你们要更要小心 因为民进党的官方网站被害 我们那时候也谴责非法 但是更重要是说我们有一些中央部会重要的 个人安全 个人资料 还有这金融的部分 绝对不要被有心人士来操弄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什么都重要 这比说假新闻 带口水 我觉得这都还要重要 孟海你说你不认为有假新闻 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提了这么多例子 假讯息真的是非常多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 年底的这个 选举是不是让中国发动网络战能够奏效 那另一方面 这个内阁也传出要改组了 那这些名单是不是能够 因应年底的选举 是不是能够拉抬选情呢 我们先休息回 马上回来 内阁传出因应年底的选战将有大幅改组 来看VCR 指挥官叶部长掌握了一切的情况 是一个好指挥官 行政院长赖清德视察防灾中心 大赞内政部长叶俊荣 但却传出内阁因应年底选战即将改组 叶俊荣因为复联会问题迟迟没解决 可能有嫌熟政策的行政院发言人 徐国勇接任 而徐国勇的空缺有力为古拉斯补上 现在防灾准备工作是重点 那也没有接获 我也没有接获这一方面的通知跟讯息 我对内阁任何的这个 这个可的一些说法 这些说法 那我不会表示任何意见 不管是要被撤换的还是要接任的 当事人通通否认 不过这一波被点名异动的 还有财政部长许于哲 可能换成财政部次长苏建荣 大家好 次长恭喜 恭喜恭喜 敏感问题苏建荣快闪 另外法务部长邱泰三也传出 将转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接任人选 法务部次长蔡碧仲和调查局长蔡清祥 呼声都很高 而选却一个月的教育部长 立委管毕林证实接获征询 却被解读是因为高雄立委将少一席 提前替他安排出路 我都认为说大家的思考都会拿次要的问题来讨论主要的问题 比较主要问题还是应该是 现在的教育部长谁来做最适合 管妈他来扮演这样一个学术 跟高度政治 因素必须进行调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部长人选 其实相当好 目前呢 没有一件事情比做好防海准备来的重要 也因此呢 现阶段并没有内阁改不改组的问题 虽然外界解读这一波选前改组 宣誓赖清德将筹组战斗内阁 凭证及评选战 但赖清德以防台为由 四两拨千斤回应 就不知道台风走后 内阁的台风是不是接着上场 好内阁传出改组 我们来看到被点名的部会 包括这个 法务部长邱太三 内政部长叶俊荣 以及财政部长许余哲 那传出可能接任人选 包括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接内政部 那财政部次长升任苏建荣 再来是调查局长蔡清祥来接这个法务部长 明佑怎么样看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改组蛮有趣的地方 或许大家政治上的考量 那因为对邱太三有非常多的不满 尤其是在中南部民间声音里面 那邱太三他调任到去当这个 所谓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有人说是就近看管 那可是又有人说 邱太三其实是最懂 蔡英文要什么的 只是因为他是去前面当挡箭牌 现在调回去其实是给他高升了 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次的内阁改组 跟上一个议题有非常严密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总统好几次在中 中南会之后震怒 因为有太多的讯息传出来 从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吗 灭箱 中南那个台南那边传出说什么 那整个希望都不能贏了 开始延烧起来 跟什么2018解放军备的台海实弹演习 这些假消息 开始出来之后 然后甚至在野党 有一些政论节目讨论之后 参队又说 所以 蔡英文有很多次的政论 震怒里面 就是说这种假消息越来越严重 那所以 行政院的这个徐国勇 他就成立了一个 所谓的 应变中心 就是厘清这些假消息 马上发出去说这些都是假消息 所以我跟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认为说这一次那个改组 包括书建荣 这些 过去我们对财政部真的是 很少关心到 对 有一次那个 徐以泽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存在感非常大 然后散过去的时候 想到说这个人好像有点眼熟 然后人家跟我说 他就是财政部长 那 这个 蔡清祥他有一个好处 他对这个资安 一定深度的了解 所以如果他当到法务部长 然后或者 叶俊隆换成徐国勇 我觉得对于假新闻 这一方面的制止 因为这真的是当前知己 因为我回到那个 刚才那个话题里面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讲了 这个不只是台湾发生的问题 因为大家在讲 俄罗斯干预这个美国选举 事实上中国 虽然比照那个模式 可是他们已经 发展日益发展出 他们新的模式出来了 那变成一种供应链的模式 那所以国际的学者开始呼吁说 台湾在面对这个假新闻的时候 他们要从 App Live 或一些社群软体 去制止 跟美国那个又不太一样 更深等 所以 这是变成国际要去看 台湾怎么防御 国际要去截断这个 防御性的 供应链 所以变成台湾跟中国 这种假新闻的问题 变成 国际学者开始在focus 在这里 所以政府当前 做一个那个改组 我认为是好的 第一个对选举是好的 是 因为对选举是好的 原因是因为 要面对很多的议题 包括死刑啊 这些问题的时候 邱泰山换掉了 大无话可讲啦 因为 这个 傅秘书长是 是这个幕僚 幕僚群的嘛 他不是对外的 首长发言嘛 那其他的 另外一件就是 假新闻这个 我觉得这两方面是 政府要当前去面对的时候 强化那个 在这时候改组 是整个强化 整个民心是好的 强化战力 强化功能性啦 来乙京文员怎么看 当然这整个传出了 这个可能异动的部位当中 还有个教育部啦 那传出是管闭临间 但后来好像又考量到 是不是要补选的问题 你的了解 是这样啦 我 我们从过去来看 就知道说 这个修会期间 是最好内阁 如果真的要异动的话 改组时机是最好的 最好的时机 为什么因为不会影响到 这个立法院的运作嘛 因为我们等一下咨询 这个咨询完了 结果他下台了 或者他答应了什么政策 突然换人了 这个都很麻烦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 是可能的啦 但是我认为 无论是怎么样的 内阁改组 要注意的事项 是第一个你的阁源 必须要有论述政策的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论述要清楚 以外呢 你必须要真的能够推动 对 那怎么样推动呢 这就牵涉到你的 你的小内阁 无论你是内政部 教育部 法务部什么部 你这个部长 能不能好好的领导 下面的人 去做 政策的推动 跟政策的 捍卫 政策的 辩护等等的 所以这个第二就是 你管理的能力 你论述的能力 你管理的能力 再来呢 你要面对的 也是 要特别注意的是 面对监督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 真的 要及时反应 及时说明 及时澄清 或者是你 不只这样 你作为一个部长 你面对立法院的监督的时候 你的EQ还要够好 对 不能够说 这个 有 曾经有这样子 觉得民进党是自己人 特别对在野的 要特别照顾 或者是 觉得在野的 不要紧 只照顾这个 执政党 这个都不行 对 你真的要有一套你自己的 面对 这个监督管理的时候的 这个能力 对 跟这个EQ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要当部长 这不容易 是 那所以呢 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 到最后都是责任政治 行政院长 你必须要让你的内阁 再放大的话 各部会 能不能达到 我刚刚说的 这三样的标准 就是你要挑选或者更换 这个部长的这个根据 然后你当上的部长的人 你能不能合乎这三个要点 那教育部的部分呢 现在是陷入难产吗 找不到人吗 教育部 教育部是真的有一点难产 因为 因为这个 我们不可讳言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一路走来呢 我认为 其实 教育部是真的有点复杂 因为 过去呢 都只有 要嘛就只有请那些大学的这个校长 他其实不太了解基础教育 国中小的国民教育 他真的是不了解 要嘛 他就是有一种某种偏黄